財經大事一把抓 輕鬆理財 我最行 觀眾大家好 我是謝麗文 歡迎收看財經新世界 美國政府陷入了預算的僵局 加上倒債危機 共產黨主導的眾議院 跟民主黨主導的參議院互鬥 不只導致政府部分的部門 關門大吉 影響了美國跟全球的經濟 回過頭來我們看臺灣 國會的亂象同樣是有來民眾的詬病 有多少影響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法案 卡在立法院 我們又能夠如何監督 為國家的重要政策把關呢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個節目當中好好聊 那麼先來歡迎兩位來賓 首先是曾經擔任立法委員的 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 殷乃平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我們來歡迎是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同時也是財經立法促進院的 能源經濟所副所長 周知邦 周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殷教授好 好 我們就來先看 美國國會上演政黨惡鬥 沒有通過應急的預算案 十月一號美國聯邦政府 部分的部門關門大吉 這問題到底出在哪邊 臺灣能不能夠從美國 慘痛的經驗得到一些警惕呢 先來看我們報導 十月一號起 美國聯邦政府大部分的部門被迫關閉 美國總統歐巴馬直批國會不盡責 因為十月一號起 就是美國新會計年度 但最後關頭 美國參議院卻兩度以 五十四對四十六票 否決眾議院版本的預算案 聯邦政府許多部門即刻關閉 上百萬名公務員可能就要領不到薪水 國防方面只有軍職維持現狀 文職人員都得放無薪假 而國家公園等觀光景點 也都暫時關閉 每天的損失高達三千萬美元 被迫放無薪假的民眾 無奈上街頭抗議 兩黨惡鬥 不但新的年度預算卡關 更嚴重的是 美國國庫十月中就要見底 能不能提升舉債上限 牽動全球經濟 但美國總統歐巴馬 卻信心滿滿 我們知道他們有選擇 在總統的議員 我剛才說的 如果議員佩奈 會讓這個選擇 我們可以結束這個禁止 很多家庭 不只是在華盛頓 但全國都會有確定 賠償會出現 接下來劇本似乎都寫好了 因為美國聯邦政府關閉 歷史上早有先例 從一九七六年美國國會預算程序 正式執行以來 到現在美國政府關閉 已經發生十八次 最長的一次 甚至關閉二十一天之久 因為他的會計年度是卡死的 每次十月 九月三十號 到底會不會妥協 十月一號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美國現在政府有一個SOP 如果發生的話會怎麼做 過去都有十幾次 每一次關門 部分關門 哪些人放無薪假 那怎麼樣 九二九就變習慣了 變習慣了就是說 只是長短的問題 兩黨意見不合 國會持續僵持這畫面 是否有點眼熟 因為同樣的劇情 正在臺灣上演 國會空轉 轉不出正直口水戰 眼看美國聯邦政府關閉 臺灣也該有所警惕 臺灣當然有可能會出現 類似的情況 但是說起來 兩個國家的性質 也不完全一樣 如果拿來做比對的話 大概就好像是 在國會裡面兩黨 這個鬥爭的情況 非常的嚴重 我們大概不可忽視的 他可能也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出現 譬如說有一些這個法案的審理 或者是說我們必須要建立的一些 經濟環境的這個制度面 我們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如果立法院這樣空轉的話 可能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影響 經濟學者認為美國臺灣情況大不同 臺灣政府不至於關閉 但國會效率低 拼經濟沒動力 最怕政治角力下 最先戰敗的是臺灣經濟 郵電TV綜合報導 美國政府從十月一號部分部門停擺 這情況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我先請教英教授 其實美國政府這個關門狀況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對不對 對 這一次應該是第十八次 過去這個十七次裡面 大概有九次都是一到三天 也就是說國會到最後一天 結果預算沒有審完 就拖下去 一到三天那個比較好辦 那個很快就處理了 其他的大概幾次 多半都是一些有法案的爭議 那這一次真正的這個 中間二十一天最長的那一次 是因為當時國會要求 這個克林頓通過一個 七年的預算平衡方案 是95年到96年那個時間 對 那這個克林頓是通過了 可是通過以後爭議在哪裡呢 爭議在這個根據的 這個估計的數字 國會預算局估計的數字 就是比較高 而克林頓的這個預算處 就是政府的預算處 估計的數字比較低 對 所以為了要到底根據 哪一個數字為準 炒了二十一天 對 所以這一次的爭議 就涉及到就是 歐巴馬的健保案 對 歐巴馬的健保案 國會已經通過了 所以說歐巴馬認為應該 按時實施 對 可是健保案的這個預算 就是支出還沒有還沒有沼落 還沒有通過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共和黨就夾了名義 要求歐巴馬的這個健保案延一年 那歐巴馬堅決不肯 因為這個是他選舉的時候承諾 對 他過去這幾年全力自立於這個健保案 那共和黨就說你的健保可能是個大黑洞 所以說就炒成一團 錢不可以隨便給對不對 對 那這個舉債上限事實上 五月份就已經到了 這個大概是16兆7千億北京 這個美國的這個財政部嘛 舉債上限到了沒辦法要過日子 對 這個就左挪右支 蔡東尼補西想拖拖拖拖 好不容易拖到現在發現撐不下去了 10月17號這一天 他有三 將近加起來有300億美金的這種支出 他沒有辦法這個日子 他沒辦法周轉過來 那就要求舉債上限要調整 對 而舉債上限的調整 剛好又卡在這個預算案 這個爭議上面 所以說攪在一起以後 問題就變得更複雜 對 那如果美國倒在怎麼辦 還好現在這個他們這國會把它切割開來了 這個舉債上限這個案子 大家先把它通過 先解決掉 對 怎麼解決 目前大概有兩三個不同的看法 對 那這個預算案 但是預算案 預算的問題 可能之後再說對不對 我繼續考在這邊 因為雙方啊 這個歐巴馬跟這個共和黨 全部都堅持己見 撐在那邊 誰都不肯讓 好我們就看到現在官政府的期間 其實已經受到一些影響 包括美國跟歐盟的最大自貿區的談判 也陷入停頓 我記得請到周教授 你怎麼看你覺得 美國經濟可能會受到哪些影響 照目前看起來衝擊已經有了對不對 我想是這樣的 就是最新的消息 是共和黨跟這個歐巴馬 他們大概會達成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說 舉在這個 這個協議就是說 舉在上限的一個期限 會往後延到11月22號 那所以到從今天開始到 11月22號為止 他們大概還會就這個預算的這個部分 再去進行討論 那這個這個美國政府部門關閉 他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說 這個初期來看 可能不是很嚴重 因為這個根據估計 一天的經濟損失 大概只有一點六億美元 所以這跟美國的十五點七兆的 國民所得相比的話 是蠻小的 所以初期損失不大 但是長期下來 可能就會有一個滾雪球的效果 對 因為美國的這個對外的經貿談判 或是說這個其他國家來美國進行投資 這個都沒有辦法順利進行 那所以美國這個竟然好不容易才這個往下壓的這個失業率 那可能也會這個繼續揚升上來 所以有些後續的一些效應才會慢慢浮現 那應要的時候你怎麼看 就是說如果說剛剛提到倒債的問題 因為雖然說延後一些時間到十一月 但畢竟這也是個問題嘛 你覺得他們會提高這個債限嗎 如果他們倒債對全球影響傷力很大吧 根據他們國會的一些討論的一些大家解決方案 他們舉債上限可以提高 那而且可以延到明年的 就是說14年的年底 就是說舉債上限 不過提多高這個是個關鍵 因為財政部當然希望越高越好 可是現在已經到了16兆7千億 那他們預期應該是會希望提高到18兆 可是這個18兆的話 跟美國的GDP比就超出比較多一點了 那這個共和黨不一定同意 所以大概就是在金額上面會有一些這個爭議 那金額低的話嘛 財政部可能未來又要這個東羅西湊 這個會做的 這個部長會做的很辛苦 不過如果美國真的要倒債的話 對全球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我想美國如果倒債的話 那主要的是我們看 他的這個債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為這個其他國家所擁有 那主要的就是中國大陸 日本 還有台灣 韓國 俄羅斯 他們的這個外匯存體裡面的以這個美國公債的這個形式保有的 比如說這個台灣大概四千多億的這個外匯存體裡面大概一千八百億 大概佔了四十Percent 那如果如果真的倒債的話 那這些國家所擁有的美國公債就會變成這個血本無歸 那這個這個對經濟不利 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我想這些國家也是很關注 也會想說盡量美國盡量最好不要倒債 就可能連帶衝擊到其他國家對不對 不過我們就看到這個經驗 大家也想說台灣其實政黨之間的角力 也是還蠻劇烈的 怎麼樣來可以讓台灣比較不會避免走上這樣的 就是避免走上美國之路 教授您以前也是立委 您有沒有什麼簡單的建議 因為我們稍後還會繼續再升潭對不對 你覺得至少我們要做到什麼 才可以避免走上人家的後塵 我想台灣就算是這個總預算沒有過 那沒有過的這段就是期間政府還不會關門 因為我們在按照我們的運作的方式 就是按照過去的預算繼續在這個運作 只不過是新的這些這個功能不會有了 所以說我們會比美國政府的 目前的這種困境要好非常非常的多 當然台灣不會有這種外債的危機 因為我們政府沒有在國際上發行任何的外債 我們的政府發行的債大概是對內的 而且我們的負債比重在整個國際上來講 我們站的這個GDP的比重並沒有大到 像美國 像歐盟他們那麼嚴重 所以相對的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有關美國的這個債我稍微補充一下 美國這次是日常支出 周轉不過來產生的問題 但那種長期的那種債券什麼 這些它平常都有一些收支的規劃 所以還沒有狀況 真正狀況就是日常收支的這一部分 它解決掉以後它就可以拖過去了 所以導債的危機不是導那一部分 不過當然這一部分如果出現了債性問題 那一部分的話我們看到就是 你的那個債信會下調 然後利率會上升 美元會貶值甚至崩潰 美國債券的這個支付不錯 那大家拼命地賣 那市場可能會產生更大的賣壓 所以金融市場會亂成一團 所以這個後果大概 美國人也不敢看得到 對 不願意看得到 所以說我想應該是會解決的 應該會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周教授如果我們給您簡單請教一下 就是說您也有個觀察國會 你會覺得說如果你要建議的話 你會覺得我們要怎麼樣可以避免 做到這樣子 雖然我們不見得會有那麼嚴重的狀況 這個其實就是說雙方要各退上一步 就是行政院跟這個立法院裡面的民進黨 雙方如果能夠各退一步 那這個就蠻好 那其實我是看到了 現在好像有個轉彎的機會 就是說民進黨要倒閣 那這個倒閣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我們知道說立法委員 其實都不希望倒閣 因為倒閣如果成功 他的位置就沒了 就要改選 那可是因為民進黨立法委員知道說 這個倒閣案一定不會通過 所以他們大概會提出來 然後國民黨立委會反對 那所以倒閣案沒有通過 於是代表說行政院長獲得信任了 所以我預期大概下個禮拜 這個行政院長應該就可以就可以上台報告 事情就會比較明朗了一點 對 是的 是的 看起來這個臺灣立法院朝野僵持不下 不過其實是還是會有一些重大的財經法案 是沒有辦法過關的 現在就有企業大佬痛疲 意識空轉拖垮臺灣經濟 政治鬥爭之下經濟發展面臨什麼樣的危機 現在就我們繼續聊